这张图是解放三型正习机车 这张图是一个解放十三型正习机车 这两个机车长得特别像 我第一眼看见解放十三的时候 我在想一下这怎么回事 那为什么呢 这两个机车车价都很低 而且那个车的走板到了锅炉前面的时候 都有这么一个有一点突然的一个弧度 然后机车的蒸汽管以及这个气缸都很类似 但是驾驶是非常不同 而且生产的年份也非常不同 这两个机车都是由杰克斯克达工厂制造的 但是解放三型的机车是1939年制造 解放十三则是1939年 这隔了整整九年 这两个机车都特别小众 但是解放十三一台也没保存下来 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才开始研究它 而解放三呢 有一台保存在沈阳铁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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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